小魏 报表 发展 嗯 邀了小费 马上承车你 小心 你的设计什么时候比我啊 我程序都快写完了 再给我两分钟 马上就好了 对了 那个小费 之前给你的文件 我没有打业嘛 你打一下 好 没问题 我说小费 你能不能别抽烟了 你以为我想啊 我也很难受的 我去上个厕所 我们老大这太抠了 宵夜只有垃圾食品 得了吧 你好歹还有垃圾食品吃 我每天陪老大 加班 应酬 都快熬不住了 是不是 是 最近你就要是肿了 太胖了 之前胖多了 肿了 要不 我们办公算了 我们现在经常熬夜 经常都处于极度紧张 亢奋的情绪 我很累 我现在 让我做什么我都没有状态 小心 你冷静一点 我们是一个团队 少了谁都不行 我们是一个第一幕 我真的想了很久了 与其这样买自己身体搞垮了 还不如集体罢购 我刚才听你们说什么霸生的事 罢购也带上了 我真的不想干了 每天该休息的时候不让休息 我真的要崩溃了 对对对 也算我一个 我吃这些早就吃你了呀 算我一个 我才不要肥胖 才满身酒气 要不算了吧 再去坚持一会儿 小卫 好 不干了 少许 把过 打开 行 还有你 算我一个 一 二 三 不算了吧 今天凌晨四点 一男子于加班过程中 因为心 肝 肾 肺 一起衰竭而死 据悉 长期熬夜 饮食不规律 久坐不动 过度鲜 过度饮酒 是这位年轻人的生活常态 而他的惨剧也提醒了大家 珍爱生命 健康生活 每天 少吸一支烟 少喝一瓶酒 能为你换来 多一分的健康 是是是 狗 太宁色了 转发分享一下呗 全享六点半 哟 老李 老婆 出来放箭啊 是啊 老李 你儿子现在咋样啊 等着就是你问我儿子 你小孩 还没爬过 这个 不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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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 小孩 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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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不商议 老李 可以 我自己去到北京 做了个五百强的 跟您拥有 哎呀 我娘也没什么来吃 她被铁上坏 你知道吗 她那一屁的那一屁的手势 你吃了乱饭 我儿子 吵了木耳的鸡饭 这屁股全都不太大了 我 你 我 没Man 没 噢 mars 立 这女儿真不好对 不能连战 还是去男家 这是车的 那行 咱们来下面聊 那行 你没事啊 上我们家坐坐去啊 哎呀好好好 那就再见 再见再见 再见 再见 我怎么问你再说 我女儿去年 从美国给我带来的 我儿子养了两条怪兵船 我怎么也忘了给她说了 你美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便便 今天便便要给大家分享一款 最近一直在玩的游戏 便便决战沙尘 搜索微信公众号六点半 点击游戏按钮 进入便便决战沙尘 你们看便便炫酷的翅膀 看起来是不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呢 从经典体到8月1号 只要完成指定任务 就可以进入许愿时领取属于你的新券礼品 还有丰厚的手中道礼包送给你 里面有可爱的稀有幻幻兽 麒麟宝宝可以召唤哦 迎接金钱周末 躲避炎炎夏日 一起来和便便决战沙尘吧 双双双双 你不来玩家 前响六点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